演艺圈又一对姐弟恋宣布结婚,相差14岁不被看好,前妻很酸40岁的她是阿姨,如今让人憋破眼镜。 娱乐圈出现姐弟恋早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,像是贾静雯和修杰凯相差9岁还是幸福的让人羡慕。 而钟丽提和张伦硕相差12岁这样打脸酸民,如今又有一对出现了。 就在前不久才刚刚曝光一对相差16岁的恋情,女方则是女神李彬彬。 并且李彬彬在访问当中说:"我已经足够强大,强大到能掌控自己的感情,不惧失败。 到今天,我承担得起这样一段恋爱所有可能的各种结果。 既然这样,为什么不是仪式呢?于是,她就恋爱了。 而近日,又一对姐弟恋曝光,两人直接宣布结婚了,成功脱单,携手走入婚姻生活。 那就是40岁的肖舒慎,她因为搭Uber而认识26岁嫁式男友,两人从此坠入爱河。 虽然一度不被看好,但不影响两人感情,肖舒慎曾透露,对方每天都跟她求婚,在厕所也求,也早把存折,信用卡,薪水全都交给她。 肖舒慎早年是十分受欢迎的演员,2010年因为负面新闻,让她的演艺生涯大受影响,但后来努力付出演艺圈。 25岁的梁姓妹男在圣诞节前夕于IG公开多张亲密照,更值呼销书这女友,大方公开恋情,时隔仅仅23篇,男方又在脸书写下长篇告白文,透露这段相差15岁的姐弟恋相识,交往过程,甚至在最后向她求婚,乃愿意嫁给我梁轩安吗? 对此,肖舒慎还尚未回应,两人恋情简直进展神速。 40岁话题女王肖舒慎多次登上榜面,重创形象让演艺视野跌落谷底,三年前曾推出单曲女王仕途东山再起,却又消失于荧光幕近两年。 2016年她遭目击与梁姓嫩男约会,她虽坚称和梁男只是朋友,但梁男却在平安夜大晒多张亲密照大放闪,公开认爱。 事实上,肖舒慎之前才被爆料,梁男今年8月与妻子离婚,离婚原因就是肖舒慎。 梁男前妻也在恨酸祝福你和肖阿姨,但肖舒慎则否认,表示梁男8月离婚,两人11月才认识,根本不可能介入她的婚姻。 。 据了解25岁的梁男,工作范围包括高尔夫球业务及旅行社,家境不错,与前妻结婚两年,育有一女。 。 肖舒振男有脸书全文,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天,不平凡的一天,新气象,新景象,在过年前,我要做一件事情,和她一起面对未来的一切。 。 曾经想过这件事情要浪漫,要很特别或者在海边,人多或人少,要多么盛大等。但我选择在这儿。 在这儿与世界接轨的大平台。 。 肖。 舒慎。 小姐自从认识乃。 了解乃。 听乃说的过去极经历,让我感到心疼。 很抱歉乃的过去。 我无法参与,但今天起乃的未来我永远都会在。 怀疑。 有时常常想。 我有什么资格。 凭什么。 说,爱甚至拥有奶。 离婚过。 犯错过。 无论事业或情感。 不过这个答案我想。 我清楚了。 想太多。 大部分的人认为。 我们俩一定有什么可图。 抄其门吗? 为了利吗? 为了爽。 还是。 是。 但通通都不是。 这样的奶。 这段时间。 谢谢油奶。 无论我贫或负,健康或不健康,有地方住或没有地方住,有东西吃或没东西吃等。奶始终呆在我身边不离不弃。 我很清楚知道。 当我做了这件事情。 后面会有带来多少的评论。 但那些都不重要了。 重要的是陪伴与懂得比爱情更来的重要。 当能够找到遇到陪伴和懂得的奶。 那我还在等什么? 感谢。 说真的我很感谢最近炒得很凶的一家公司。 因为Uber让我遇见了奶也诚心希望台湾能够合法化。 若这都无法合法。 那什么叫违法? 奶懂的。 社会标准。 媒体。 过往。 。 包张。 杂志。 朋友。 家人。 曾经想过为奶澄清许多的事情。 我试住去说些什么。 但现在发现不必要了。 不需要的。 因为。 我好好的疼奶。 才是最重要的。 。 什么是爱。 包容。 忍耐。 年纪。 经历。 同性。 异性。 互相。 接受。 同情。 辅助。 自私。 任性。 。 大的。 爱。 是什么? 爱。 是无条件。 因为爱所以不上婚姻, 进入婚姻组织家庭。 结婚。 是个非常慎重的决定。 一个给对方的互相服侍照顾的承诺, 无论如何都能共同承担与享受。 舒慎。 不想多说奇奇怪怪的甜言蜜语。 但想对奶说我再也舍不得去浪费一分一秒, 再没有规划的流逝, 我必须带助我们和。 让我们的画面明确, 让我们拥有一个充满爱的家, 属于我们的家。 X, 为了提醒奶。 不是要说我有多好, 而是要告诉奶。 我有很多缺点哦。 多疑想问奶。 肖舒慎。 奶愿意嫁跟我梁轩安吗? 在经历过风风雨雨后, 肖舒慎总算完成了终生大事。 所以说, 年龄不是距离, 幸福真的存在, 祝福他们吧。 Wit气吧? D 一dd 抢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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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